大家好,我们养护南花呀 其实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为了观赏到南花它的叶片 那么就有人呢,会有一个疑问 这个南花呀,它的叶片的寿命是有多长呢? 可能有人会说啊,南无三年叶,南无四年叶,南无五年叶 其实照我的说法来说呢 这个南花呀,它其实呢,只有四年左右的寿命 但是这个南花呀,它叶片的寿命呢,是根据它的先天数字 然后外力再加上一个生活条件 还有呢,我们平时在养护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才能够决定它的南花叶片到底能够生存多长的时间 这个南花呀,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热带温度呢,稍微比较高的地方呢 那么它的生理活动啊,就会比较快 那么寿命呢,相对就会短一点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比较寒冷的地方种植 那么它的这个生命活动呢,就会稍对比较慢一点 那么寿命呢,自然也会长一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热带养护的南花呀 转移到这个天气比较寒冷的地方来养护 那么它的抗动能力不强 那么它当然会比原生态长的这些南花的寿命要短一点 那么相对比来说,如果你把寒冷地方养护的南花 把它放在热带养护的话 那么它的寿命呢,自然也是会短一点的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决定 这个南花的叶片呢,它的寿命到底是有多长 那么我们只有做好平时的一个养护工作 不要让南花呢,被外界的一些因素所影响 那么这个南花的叶片的寿命呢,自然会长一点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